爱上一个人有多简单 乡下穷小子 只是看了一眼坐在马车上的大小姐 就心生好感 他把刚抓的时刻浪送给了朱喜 朱喜邀请他陪自己去鬼屋 傻小子什么都不会 只会傻笑着答应 结果第二天 傻小子光顾着看朱喜忘了划船 面对喜欢的人 我们总是会变得手足无措 俊和明明怕鬼 却会在朱喜面前逞强 闹剧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也偷偷拉近了鼻子的心 夏天的暴雨总是说来就来 回去时船被雨水冲到了河中央 两人只好找地方躲雨 雨天落滑 朱喜不小心扭伤了脚踝 俊和便背着他去刮碰躲雨 两个人依偎在小小的棚架下 湿头的衣服 冰凉的身体 爱意早已在心中滋长 雨停之后 俊和还偷来西瓜为朱喜解渴 此时 雨后彩虹悄悄爬上了头顶 见证了两人藏在心底的爱意 夜晚 俊和背着朱喜回家 他们路过河边 边地飞舞的萤火虫 像极了漫天的星光 俊和抓一只送给了朱喜 而朱喜把项链作为回礼 送给了俊和 但人生无常 后来两人因为地位的玄疏 没能在一起 那条项链 成了他们的定情信物 再次见面 已经是新学期开始 两人抑制住内心的欢喜 通过信物表达自己的心情 而那条项链 也成了俊和最珍贵的东西 下次再见 恍如隔世 俊和在战争中失去了势力 为了不被朱喜发现 不拖累朱喜的人生 俊和提前来到餐厅 摸清了所有物件的摆设 偷偷将对话练习了无数遍 他笑着说自己已经结婚了 却看不见朱喜 强人的泪水回答 他努力转移话题 最后还是被朱喜 发现了破绽 俊和匆忠近身离开 俊和匆忠起身离开 但心里早已乱了分寸 这条项链是两人相遇的信物 她见证了一段感情的开始和结束 假如爱有天意 定情信物就是恋人之间永恒的蜜语 她不一定贵重 但却拥有最特别的利益 她寄托了思念 承载了一段记忆 或许也在命运之中指引着你前进 在云中漫步里 基努里维斯因为一张车票和富家前进相遇 在幸运府里 一个士兵因为一张照片减毁了一条命 因此和照片上的女孩结缘 在花束般的恋爱里 小麦和小娟因为一副耳机打开了话题 每一段爱情的珍贵之处 就在于恋人之间的回忆和默契 我的话一本书 一首歌一部电影 都能成为两人之间的定情信物 属于你的定情信物是什么 一起来评论区分享一下吧